10月23日,工作室晒出了宋倩的最新照片 图片中的宋倩顶着一头小卷毛,模样十分可爱 在照片中,宋倩的宠物猪小巴也出镜了 时隔冬日,当初的小小宠物猪竟然已经长这么大了 看胖胖的身躯,肥肥的肚子,还有肥头大耳的模样 宋倩都快抱不住了,感觉下一秒猪猪就要挣脱开 再加上宋倩小卷毛的效果,还有脸上的表情完全的生无可恋 隔着屏幕都感觉到了一股怨念,而在此前小巴可是相当可爱 相当迷你的,一样的姿势,一样的怀抱 当初的小巴可是乖乖的躺在花里的 这两张照片也是被网友制作成了前后对比照 效果十分惊人,前一秒超级兴奋,后一秒笑不出来 去年宋倩人似乎都愁瘦了一圈 网友纷纷调侃,是不是快过年了呀 晚上菜单上是猪停吗?你们都走开 猪肉最近涨价了,小巴身价又涨了 苏切的猪是过生日的时候公司送给她的礼物 她一直都很喜欢,在她的宠物中 这个猪的出生率也是相当的高 看看当年小小的一只多乖 但是现在却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 不仅颜色变了,整个猪肥了应该不止十圈